将英文活用在生活中 看到台中市大人国小 与冯甲大学外文系的学生来合作 透过了活泼、生动等英语教学 像是闯关活动、分组竞赛 还有影片欣赏等等 让孩子不再害怕开口说英文 也让这群大学生 有一个明确的指挨规划 No.9 抽到号码 小朋友一个一个站起来 最慢的那一位 得用英语回答荧幕上的文字 答对有奖励 生动有词的英语教学 小朋友哥哥抢着举手回答 学了很多东西 但在英文上面 有没有觉得更加印象深刻 有 怎么说 就是不会的胆字都几乎都会了 他可以教我们认识很多英文 而且上课方式也很有趣 B7.10 这群来自冯甲外文系的学生 每年大三休息专题讨论课程 都会利用周四早自习的时间 到大人国小 从事成间主题英语教学 3 2 1 用接龙的方式进行闯关 在不同的游戏中 导入英语教学 教案诠释大学生自己发想设计 这个计划已经有十年之久 要让孩子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 学会英语 每个同学都有不同的任务 就是我负责是教学的教材的设计 然后就可以带给小朋友 就是学习美语的动力 而对于大人国小来说 让学生不害怕抗拒英语 让语言能够回归沟通的本质 更是教学上的理念 也希望能够培养孩子在生活中 能够大方开口地说英语 有多元的方式用趣味的方法 接触多一点英语的学习 不但大学生有所成就 对于小学生来讲 我们的同学可以透过更多元化的教学方式 游戏或是数位的学习 来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动机 理论转换实用 透过教学相长 英文对于孩子已经不再是惧怕的语言 而是能够侃侃而谈 更能够培养国际事业 而对于这群外文系的大学生来说 也可以更加的确定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